加拿大中文電台的暑假節目 真是一浪至一浪 除了後浪DJ訓練班之外 還有Sunshine Nation Girls Special 有過方名的參賽者 日前就參加了第一輪的面子 不如我帶大家去看他們當年的情況 由2006年起 Sunshine Nation每年都是由 四男四女進入決賽 今年就有新突破 只是挑選8位陽光少女 在台上爭奪Sunshine Girls冠軍殊榮 競爭肯定比以往更加激烈 在Sunshine Nation面試當日 雖然天氣非常炎烈 但是也沒有了一群少女 追尋夢想的決心 他們個個都由備而來 要在評判面前展現最好的一面 其實加拿大的教育方針 著重全面性 年輕一代很多都多才多藝 在參賽者中既有驅制朗重比賽冠軍 亦有BC羽毛球青少年組 全省派行第四的運動精英 真的很厲害 面試的評判包括有 疑太導師Adam Yeo FM961 節目主持蕭威華和劉沛龍 在他們三位嚴格挑選下 八位Sunshine Girls就已經正式誕生 每位參賽者都要先在評判面前 走個Catwalk 自言自信 走出自己的獨特歌星 才藝表演、歌舞仍然是大熱之旋 但是演繹角色樂器仍然大有人在 好像這位參賽者就將音樂演奏和舞蹈結合 首先以電子小提琴演奏 放下一個琴之後 就搖身一邊成為街頭舞王 現在的韓風吹得那麼行 有參賽者自學韓文 還邊唱邊跳流行的K-pop 就算穿著高跟鞋都揮灑自如 參賽者的水平那麼高 就更加考驗到評判的眼光 他們要求除了外在美之外 都非常注重內在美 和評判互動的Q&A環節 就可以看出參賽者的自信和性格 有這麼嚴謹的評審標準選出來的 八位Sunshine Girls一定受外衛中 想知道他們的廬山真面目 就要記住留意我們螢幕八爪魚的報導 走啦